大家好,我是戴牌的翻译一样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能枪法语教学视频 为什么要讲打野而不是讲中单呢? 因为中单的话变数非常的多 我能不能打中一个技能 对方能不能躲开一个技能 而每次的状况都不一样 在每次不行的状况下要做出最适当的选择 才是最好的一个玩法 所以要把这个作为内容 录视频的话是很难的 但是打野的话就是打固定的也怪 然后前期的时候对面打野的路线也是非常的限制的 所以这次的视频是针对低段位的玩家 青空白银白金黄金 比较容易学而且能够提高段位也有很帮助的简单的路线和英雄 所以我这一期讲的是南枪的简单的打野路线 首先南枪是先开F6的 为什么要先开F6? 因为先F6开的话 可以打五个营地就能到四级了 如果先大幅开的话 打五个营地是到不了四级的 如果先F6开就可以五个营地到四级了 为什么F6开等级升的更快 拿到的经验更多呢? 因为野怪有一个额外经验 打比自己等级高的野怪会得到30的额外伤害 是野怪的一个附加属性 刚开始野怪都是二级 哎呀 被打的有点多 一开始如果先开红buff的话是一克光 只能得到30的额外经 但是如果我先开F6的话 F6有五个小怪 都是二级 所以我在一级的时候打 每只小怪的话就可以拿到150的额外经验 如果先开红只能得30 但先开F6可以得150 我可以多得120的额外经验 用这个差距 打五营地的时候就可以得到 拿到四级了 路线是非常好记得 F6 buff 狮 蓝buff 在打野的时候一定要想 我打了几个营地 对面可能也是打了几个营地 我刚才拿了三个营地呢 对方也是拿了三个营地 都打到了三级 现在为了告诉大家打野的路线 我是用自定义打的 没有对方的打野 不过后面还有实战篇的事情 就考虑对方打野的路线的 抓了蛤蟆之后我会变成自己的 抓了自己之后我要去哪里呢 在这里穿墙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和谐 然后直接到对方野区的 在这边开始可以 就有可能 碰到地方了 先假设没有碰到对方 然后 那个打F6 把对方的F6强掉 F6的话一般打野在第一天是不会打的 因为会泡很多血量 所以一般都会有的 然后直接跳过来 吃石头人 在这里放个眼 不要碰那个果实 靠在这个墙上打 这样才能知道对方的野过不过来 还有其他项目也没有人过来支援 盯着看的话 只要觉得有点危险 从这边下来过来直接打掉果实 然后跳到大龙这边跑掉 所以不要碰这个果实 留着危险的时候可以逃跑 这样吃完之后回家的话 正好可以出打野刀 长剑 针眼 钱是正好够的 然后再去打我们的石头人 第一个石头人呢给的很少的 尽量快点把它打碎 因为第二个是正常给的 第一个要尽量快点打碎 然后之后分嘴的 就不用打了 买一个针眼插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插在这个地方 我等会会给大家讲解一下吧 然后吃掉F6 走这个路线的话 小地图是没有显示刷出蛤蟆的 但是打完三郎的话 去蛤蟆位置的话 正好会刷出来 对面在打野的等级是不可能比我高 或者是跟我一样的 像我这样子打的话 蛤蟆出来了 打完蛤蟆的话 正好会到6级 我刚才吃完蛤蟆去哪了 直接去的对方也去拿的 对方的F6 所以这次我也是抓完蛤蟆之后 直接去对方打F6 现在对面的F6都没有刷到 但是我去的话正好是刷出来的 现在出来了吧 在这里就有可能对方打野 但是我已经到了6级 所以可以一边打一边抢 不用怕他 而且打的话也是肯定赢的 但是呢也很难碰到的 为什么碰不到 因为我是在他刷之前就跑到这个地方了 他就算抢也抢不过我的 只要抢一次成功的话 会一直被抢 一直都能抢到 然后再抢石头 然后刚才那个真眼 我为什么要抢在这里 我刚才是从这边过来的 在这个时间段的话 这边应该是有眼的 他能看得到的 大家知道我在这个上方 然后我们的红buff马上就要摔了 他们知道我在上面 所以他可能去下路偷我的红buff 这个真眼就是为了防止让他偷我的红buff 然后现在像这样吃完石头之后 我现在有召唤式技能还有大招 这样的话我可以不管上路兵线如何去gank一下 能抓的话也很好 但是抓不到就算是丢个大也非常好的 QWR QW大 耗对方点血量 让上单更好兑线 就可以了 像这样子 帮助一下上路 然后再往下过来 就算之前对方抓了核心 这个时间段的话 核心肯定会刷出来了在这里 然后刷个核心 这样的话回家正好购买出红色的打野刀的 就算没有吃核心 稍微活动一下的话 也能赚到1250的 然后回家 买战士刀 然后再从下面开始打 石头 红buff 蓝buff给我们的中单 然后吃蛤蟆 然后再去对方的野区 drive 像这样子反复就可以了 那就跟对方的打野 本集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对方打野见到我 只能一直躲开我 那我们线上的队友在gank上肯定会更安全一点 在这个 结束这个之前我再讲一下南枪的技能 用大招的时候会被往后退开的 有办法不被往后退开的 不管自己拥有多少的弹药 先用普攻 然后用大招 然后想要的方向快速把枪就是用E技能 普攻大然后E 往自己想要的方向移动 像这样子 这样的话用大就不会被往后跳开 还能够往自己想要的方向快速移动 追别人的时候是常用到的 知道的话是很有用的 那么下面我就会给大家用实战篇讲解一下 讲解一下 现在我开始讲南枪的实战篇 之前我在前面讲的理论和后面的实战有什么样的不同 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在理论的时候是我达到了4级之后去对方野区 然后抓了对方的F6还有吃了对方的石跳人 但实战的时候到4级是都一样的 但到了4级之后进对方野区的时候 就有一点不一样了 有可能吃不到F6 也有可能没有石跳人 在这种情况下呢 要有适应的 嗯 时间变的 还有在实战的时候 是F6的时候我们的中弹还会帮我做工 然后我们队的下路可以躲在草丛里 先攻击这样 先让下路的人快点去下路 可以更优势的开局 然后卡牌的话可以让他帮我打一个红牌 做一下助攻 对面的打野是盲僧 盲僧一般是BUFF先开的 藍BUFF先开 然后再吃石头或者狼 然后再吃红 三银币三级 一般都是这种套路走的 一般不会尖开F6的 我觉得这把的话可以拿地方的F6向前面反应 准备可以用一次的 反正等会儿 只要不去对方野区之前再用就可以了 我玩自定义的时候 打F6的时候 耗了些血吃了个水瓶的 但实战的时候呢 因为有中单助攻没有耗多要血 所以没有吃药 抓完山狼之后 我就到三级了 虾子也应该是 试完了红buff到了三级 我现在不用Q技能 是因为虾子有可能会过来 这个时间 那就要打了 所以我就没有用Q 但是现在可以看到 马上在上轮 在这个时期过去 他肯定就是打了三赢第三级 这个套路的 包括两个的 红蓝buff 上单很好地躲过了Gank 现在虾子往下过来了 我现在已经吃四级了 我可以直接过去打他 我四级他三级 肯定虾子要跑的 过去的时候吃一下核心 对面是三赢第三级 所以F6是肯定有的 吃一下F6 现在虾子往上过去了 应该是去打石头人 快点吃完F6 然后我也去上面看看 因为吃石头人 很好时间的 插好眼睛 他正在吃石头人 应该是抓不了他 不过可以耗擦他一些血量 我好像装去上路 然后回家 上路兵线去了也抓不了 而且飞机也知道 我可能过去 应该是往后退了 快点回家 把钱用光 然后直接跑向石头人 黄色现在血量被耗了 然后回家的 应该会直接去逛 下面的野区的 因为我把F6吃了 他现在只有 下面的两个野区可以吃的 所以应该是在下面野区打 第一个下路 要是危险的话 就给他后退的几行 因为虾子在下路 很容易直言的 再拿一下F6 现在三郎还没有刷出来 不要被小兵发现 走路的时候 这两倍要被发现 现在三郎出来了 因为我刚才 刷石头的时候 我没有在刷对方石头的时候 耗费时间 所以 蛤蟆应该也是刷的慢 三郎也是 我到了之后才刷的 我就算等也是5秒10秒 麻风在下路 死了也没有关系 不要去想 做自己做的 反装后期都能够弥补的 打一下蛤蟆 吃完蛤蟆 我刚才说要做什么 刚才我抢了他的F6 我可以继续抢他的F6 用一下果实 慢慢悠悠的过去 因为虾子现在在下路 Lambo可能是要清完这波线 才能回去 我可以去gank他一波 而且他的散剑也没有了 快速的打他抓了 然后把兵线整理好 然后我去打F6 我正好到了6级 我肯定赢他的 虾子从第一次F6 被抢的那种开始 他的等级会一直落后我的 而且非常的大 而且他的F6会一直被我抢的 打野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大的 总觉得虾子还在这里 哦 好像回家了 吃掉石头人 Q飞过来了 这个退吧 上路感觉好像不行 因为我的我把已经大的 已经吃掉了 就已经赚了 出战士 钱稍微有点不够 正好有和谐把和谐吃掉 这样的话回家可以吃 可以那个出那个打野刀了 去一趟中再回家吧 虾子正好往下过去了 马上就要刷红了 这种情况正常来说的话 应该是我抓不到他的 肯定是我死的 那这就是等级的力量 因为我现在是7级 哦这个是飞机玩得不好 所以我给他来了 对面的红出来了 不过我现在没有惩戒 嗯 还是回家了 红就给麻松吧 然后出装的话 然后出装的话 现在最近流行出战士之后 出黑切 黑色切割者 最近出装就是战士 然后黑切 然后血手 一般减成黑血 这么出的 现在我不吃石头了 直接去打红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才在中路耗了一些时间 我要是从石头打的话呢 那就抢不了对方的F6了 F6马上就要刷了 要是刷的话 就要马上过去抢了 所以从石头开始打势 会慢一些 在这里插一个眼 哦 现在对方的F6已经刷了 不要吃山狼 直接去打对方的F6 瞎子还没有过来吃F6 这个抓了 现在应该是有石头 然后去抢石头吧 刚才 瞎子 在F6的时候 我碰到他了 肯定有石头了 还没来得及吃 抢石头人 没看到瞎子往哪里去了 吃完 石头人之后 去打 呃 gank一下上路吧 上路的兵线一看就能看出很不错 不错 不错 出现了 其它 游戏 你去到小角里偶尔 这样的话是我的一个失误 不过这 不过把虾子引到了上路是很不错的 上路是没有任何的怪的 把它引到上边 这样的话会浪费 虾子的时间 干个虾中 感觉不行的时候就快点 蓝给中单 打完蛤蟆之后回家买装备 然后再准备打对面的F6 要一直去碰虾子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是因为在前期 我是一个注重经验的一个路线 只要是我先打到自己的 自己之后我就可以一直 骚扰他 追着他 蓝走 索拉卡用大招了 没能抓到 继续追着他打 反正我是 赢他的 这边中路可以吗 有狼吗 哦 哇哦 这个的话虽然说 中单玩的非常好 但是呢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我觉得 是因为虾子没有发运起来 因为我把他路线全都转乱了 所以虾子的等级非常的低 然后被卡牌也很容易杀掉 中路玩的也很好 但是这个形式确实是我已经把差距给拉开了 所以差距才会这么大的 所以差距才会这么大的 抢了F6 要一起抢石头 按这个顺序抢的话 每次刷的时间都是正好的 所以可以我一直 都可以这么抢的 现在飞机用了W了 我可以gank他一下 他应该知道我的位置的 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 又失误了 他本来有两次都能抓到飞机的 但是两次都没有抓到 不过失误也没有关系 当然抓到肯定更好 当然抓到肯定更好 他们都在下午推一下上 他们都在下午推一下上 哦 全身过来了 一对吧 花钱 哦花钱 哦花钱 我啊我 中单玩得很好 中单玩得很好 不过有些人 能够看得出来 这是因为我前期做得好 才会变成这样的 给中单也抓了几次 把地方的打野也打成了 所以才会变成这样的 而且我一直持续的抱 盲骚的位置 而且一直消 我们队的上和下也不会担心 GAME就会很安心的队线 所以前期的五营第四级 这个套路是比对方要领先的 等级 在领先的等级上 一直进对方的野球 抢对方的怪 拉开双方自己 到对方的位置 像这样的玩意 就是这个套路 现在虾子七级 现在没有LAMBO 而且小兵也多可以追一下中 虾子是什么都做不了的 虾子现在连自己的F6都吃不了 因为在蓝buff那边碰到我的 再自抢他的F6 红也有 然后他们要往这边来 吃完红再抢F6 吃完F6的话 石头人肯定会刷的 然后我再去抢石头人 虾子现在往下下去了 这样的话我可以跟卡牌一些飞上 虾子就算是过来了 因为跟虾子差距已经太大了 我可以完全无数 继续打 抓掉他 对不起 现在LAMBO下去了 继续推上 他去下了就不来手上了 可以继续追 飞机要过来的话还要飞些13的 鸭子现在也在下边 蓝枪的推塔速度非常的快 像这种换的这种 都是我这边更好的 而且我装备出的也更好 游戏已经非常的优势了 能变成这种优势 是因为前期的拉开距离 是有重要的关系的 就用那一个点 变成这样的 对面的打野现在 变成这样的 英雄联盟是不管你玩的多菜 只要比对方 出的装备好 就能赢的一个游戏 而且这一把我没有做出很特别的出色的 操作 只是我 像前面讲解的视频一样 打野 而且我在上路也有很多的失误 本来可以抓两次 DG都没有成功 失误很多 但游戏 却非常的优势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用我的那个 黎鹿去做 在四级的时候去对方的野区 抢了F6的时候 在那个点游戏已经结束了 在那个被抢的那个点 三级的时候 下次去GANG上路 失败的时候 游戏就会变成 游戏慢慢的就变成现在这个局势了 在前级拉开的那么一点点的距离 一直追着他打 骚扰他 只要在赢的时候打 现在 我本来想用大招 然后 用E 往前移动 那个的 但是 索拉卡让我自己沉没 我的E E没有打出来 刚才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用这个的 这个程度的话 游戏已经算直射了 虾子 虾子总是被抢 在这里放了一个眼 反正南枪是穿墙走的 所以就算是 走 也不会被那个眼发现到 好 好 好 他们都在一下路 推上吧 哎 有 赶紧要下去 甚至在推 虾子 虾子跟蓝博都在下 这里 那就只有飞机在这里守了 飞机的话我们两个可以完全无视他 然后继续追 哦 哦 有闪电了 现在这边已经没有人了 可以 追下高丁 蓝博和虾子 过来了 飞机有炸弹 看来要退 都来上了 下路肯定要炸的 不管是人还是塔 啊 现在红要刷了 去抢这边红 打野教学对大家非常有帮助的 不是那种很难学的那种 这个真的是谁都可以学的 因为 这个路线一开始等级和装备就能赢对方 所以大家谁都能够学这个打 现在下路打起来了 我吃完红继续追 反正现在法语差距差距很大 就算打这种标准 我这一把也没有玩得比好 只是跟着理论篇照着打 然后中途根据当时的情况做出一些适应的看着 而且每次出的状况也很简单硬性 因为我等级装备已经领先对方的打野 希望大家也根据我的视频 其实实战片的视频不用看也可以的 但是也有人可能希望想看实战片的视频 所以我就录下来了 只要看理论篇的视频照着那个打的话 可以跟 然后再根据各种情况做一些 嗯 适当的判断的话 好好玩的话 一伤分一定会有 这一把已经结束了 也没什么可以给大家看的了 反正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反正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先开F6 5赢D 达到4级 在经验等级装备 首先领先对方 然后一直持续 骚扰对方的打野 拉开去玩 实战 谢谢 希望大家都用蓝枪打野 然后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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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